没错这个很像邪恶反派浑身散发黑污的男人 就是我推 作为前辈Ski 无论是相遇的惊恐一瞥 演出的情谊之深 还有我最喜欢的这张 第一次登台演出的女主被舞台所吸引 不自觉的嘲笑那道光前进的瞬间 石田老师 请收下我的膝盖 以及出自本能的喜欢一件事 在追求她的路上变成热爱 到最后自己也因为她而闪闪发光的这个过程 哈啰大家好 这里是最近被好剧本好女主包围的实验评 诶真的是 我最近CR跟JJ双开一起玩 我就发现这世上还是有 不被恋爱蒙蔽双眼 三观正直 积极认真 又不给人刻意感的日以女主的嘛 男主们的塑造也都很正常 没错在日以正常是一个加分标准 所以我决定和大家来分享这份快乐 我今天要来激情安利推荐的就是我今年的心头肉 Jake and Jenna 进行艺术演出女扮男装热血合作的 姨女游戏 一款明明剧情超级阳光向上正能量 却无数次让我看到眼眶泛红的作品 到底对我下了什么药 好的 那么废话太多进入正题 Jake and Jenna的故事叙述 女主丽花希佐破例进入道队间 只有男性可以就读的演艺学院尤尼维尔 基本上可以视为性转保总 在这里演出男性角色的演员叫做Jake 反之演出女性的就是Jenna 当然女主的交换条件是 她必须女扮男装在不被同学发现的前提下 和大家一起学习演出 为了实现深埋在心中的舞台梦 希佐毅然决然地入学 并来到象征无色透明 充满无限可能的Quotes班 和同学们一起展开汗水泪水交织 却又快乐的演艺学院生活 光听这个介绍真的很仪女 毕竟女扮男装同吃同住 并肩学习日久生情 根本一气呵成 像是歌之王子殿下 超心动文艺复兴 也都算是有类似的剧情演出 但从这个OP就可以看出 JJ完全不走寻常仪女游戏的野心 凭借了精彩的公演剧情 乐听乐战的舞台歌曲 热血的同伴情谊 和动人且细腻的角色成长线 大受好评 我玩玩当下就觉得 这简直是把蓝色时期 追求艺术性的坚持 和排球少年合作信任的热血融合 瞬间产生了 这世上居然还有这种作品的差异 有趣丰富的剧情体验 当然离不开角色塑造 JJ的角色厉害就厉害在 你光看设定 不会觉得这有多特别 但剧情全部读下来 真的会喜欢上这部的美味角色 身形匀秤 动作戏份充满利与美的热血boy 织卷瘦瘦 天赋和努力并存 未被打磨的原石 适常创思郎 外冷内热 学院内首屈一指的歌姬 白甜美琪 看似阴冷实际上体贴又稳重的大学长 陆石介 阴柔与阳刚兼并 强大又美丽的首席 Jana高科根文 以及故事的灵魂编剧 天才鬼才更是奇才的根地黑门 我很喜欢Jana描绘角色的方式 你读每个攻略角的线 都会觉得他是主角 他们在自己的演出路上 也会遇到困难 也像女主一样 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缺乏天赋 逃避责任 失去灵感 仿佛是活生生的 艺术院校学生会有的烦恼 他们并不是被这个游戏 打造出的恋爱工具人 更战的是 男主和女主们的互动 是相辅相成的 你帮我 改天就我帮你了 大家一起面对演出的困难 齐心协力完成一次次的公演 真的超级热血 附带一题 毕竟是一所学校 除了主角班 也还是有其他不同班级的 他们分别是 擅长俐落的起舞 力道及是美学的Onyx 一扮演Jana文明 美好的集合体Rodonite 超艺术的现代舞 剔透与浑浊的共鸣 Ember 我之所以想介绍这些班级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推在别班 没错 这个很像邪恶反派 浑身散发黑污的男人 就是我推 作为前辈Ski 坦白说我第一次看到JJ的立会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傻眼的啦 我就觉得好随便啦 但是在看过他的CG后 我错了 我大错特错 石田老师的画风 真的太强了 简直就是鬼斧神功 请原谅我有眼无珠 他真的会画气氛这种东西 无论是相遇的惊恐一瞥 演出的情意之深 还有我最喜欢的这张 第一次登台演出的女主 被舞台所吸引 不自觉地嘲笑那道光前进的瞬间 石田老师 请收下我的膝盖 除此之外 本作的音乐也好听到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错过 歌词细腻唯美 搭配他们公演的故事情节 又恰到好处 歌曲和旋律的演唱深入人心 立刻来推荐我的Top4 欢迎来到享乐之城Havena 在这里你可以为所欲为实现 一切的想象 魔物寻绕 幻影摇曳 直到这种像是成瘾一般的快乐 消失为止 尽情歌颂吧 Havena 少女将这首歌 献给失眠的国王 即便歌唱技巧不够华丽 却足够真诚 在一个个不眠的夜晚 这首歌一定能像月光一样 引导他穿过法瞳树 走向黑夜的笔端 超人气剧团 殃国齐尔切 本周即将在两国国境上公演 杂技、歌舞、脱口秀 让人莫不暇及的梦幻体验接连展开 随着身怀秘密少女的加入 将为这个剧团带来怎样的色彩呢 在荒凉山丘那边的教堂内 鬼怪们每晚都举办着 不为人知盛大却热闹的派对 因为已经死翘翘了 所以更要在化为灰烬前 尽情宰歌宰舞 除此之外 本作故事中心的女主西佐 也绝对是本作的亮点之一 由于JJ的整体实在太不像以由了 所以在西佐身上 无论是主动性或是存在感都很强 主动表达自己对剧目的想法 积极寻求他人的帮助和讨论 以由女主那种代入感和隐蔽性 几乎完全消失 变成第一视角 在观看她的励志追梦录 每每看到女主反思学习 成长的这个过程 都会让我内心慕爱爆发 你们懂吗 就是看到自己家小孩 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这谁能不哭 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女主的外形 不仅可塑性很强 可也男可也女 也因为我觉得 她的粉红色头发加俐落造型 可像欧蒂娜加春菲 有没有 这部作品中男主们发现女主是女生的方式也非常特别 我很喜欢 因为这种情节很经典嘛 通常都是什么洗澡啊 下雨淋湿啊 受伤换衣啊 发现的 但JJ的超赞 男主们是透过演戏发现的 在演出时 全身心投入在剧作中的女主 没办法兼顾隐瞒身份的那个瞬间 被男主们看出来了 超级文艺的同时也不失合理性 更没有局限于身体差异那种被窥视的尴尬感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 我认为JJ传达出的前卫性别意识了 首先作为一个表面上全男校的设定 剧本娘并没有把尤尼维尔写成幻想中的男校 就是一些BL啊 卖辅 左右为难啊这种的 反而是着重心力在同学间的互相帮助 除此之外 角色设定上也是 擅长演出温柔可爱 Jenna的美琪 私底下也会给出冷酷俐落的互动 演技成熟的文学长 也是在阴柔和阳刚的光谱上滑顺切换 唯一不变的是身上那种神秘莫测的气质 甚至西左也是这样 可男可女可A可O 我觉得JJ可能没有刻意要讲这个主题 但是作为读者 全部看下来真的觉得非常舒服 也可能是我有太多被日以创的经验了 所以这时候JJ的出现 简直就是我的救命稻草 这可能不会是一部玩起来非常陶器陶器 会从男主身上获得力量 认同与爱的姨女游戏 但无论是他恰到好处的人设 完美发挥的剧情 淋漓尽致的音乐美术 以及出自本能的喜欢一件事 在追求他的路上变成热爱 到最后自己也因为他而闪闪发光的这个过程 不管你今天是打球画画还是花滑演出 都一样美好 抛开性别成见和所有阻力 名为人生的舞台 现在才要开始 好的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大家有玩过 J&J这款Switch游戏吗 大家最喜欢哪位角色的线呢 啊 我真的是完全无法拒绝 像根地这种柴子型的 这个女主西佐我都好喜欢 但要说最爱 果然还得是周围学长吧 对吧 对吧 都非常欢迎在下面和我们留言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